关于霹雳手老顽童 很多人都承认他有真功夫 但也有不少人质疑 而质疑最多的就是他徒手能打断混凝土 其中打假寸拳的少林妙峰首当其冲 还有一个知名的先生博主 也不断的发视频质疑 人力是打不开混凝土的 在这里为了保护他的肖像权 把他的脸引去 不过看到他打的混凝土 小编想笑 老顽童批的也没有这么大呀 举个例子 筷子是木头的 你拍视频说你能撇断十根筷子 我撇不断 然后我为了质疑你 我弄一棵顽口粗的树 让你撇 你撇不断 所以你是假的 有这样质疑的吗 同样 这边花坛的护栏和大桥的桥墩 都是混凝土 但是强度完全不一样 那么关于打混凝土 我们来听听老顽童自己的解释 我是人 我不是神仙 能做的我做 混凝土我能打断 你放心 混凝土 为什么呢 混凝土 他说实话 因为我练那个 我练混凝土 我最少的 一练以后将你 我算算好 二十块钱一根 十根 二百块 一本块两千块 我最少打以后 最少打以后将你 一万块钱的混凝土 最少的 我打多了 我就自然得有功力了 开始打不断 开始打混凝土 我都打了三十下 也打不开 越打越有感觉 越打越有感觉 打了几年了 都打成习惯了 对不对 很不幸 你带来吧 八成十的 不对 你再高混凝土 只要是八成十的 长度一米 我都能打一碗 你陪你带来试试 你不要越高 越好打 不要配比的合适 你不要认为 混凝土 他好打 对我来说 我天天打这个 是不是 好打 我天天 因为我几乎都 我几乎每天都打混凝土 我打多少年了 混凝土的厂家 厂家的老伴都认识我 混凝土厂说 你买鱼干啥 我打的 他说你有脑子有病 他说你脑子有病 我来说我 哪个家打 有时候上次给我打赌的 他说你能打断 我送你二十根 我打蛋 他都纵我十根 我说你不讲 不讲五的 他我又不练 我讲什么五的 他不相信 他说这人能打断 我说这有什么打不断的 好 你要看什么尺寸啊 八成十的 你有没有 八个后 十个十个宽 有没有 里面是十六十六远近 十六远近 不是八个近 你不要开玩笑 是十六远的 有里面只有那么粗 金 懂不懂 你别别弄 找这个手指都粗 金 你开玩笑 我还打不断 对 十六好撕 十六好撕 那么粗的 就跟这个 就这么样的 那么好粗 包你打断 六八成十的 标号就你做 标号就你做 认你自己配比 对不对 标号你自己配比 有多少 我给你打多少 八成十的 八个后 十个块 长度一米 里面放一个 这样的 那么粗的 跟那个手机线 那个丝 换一根 不换一行 换你也打不断 我打你看 绝对得 让你杠杠的 八厘米 乘十厘米 长度一米 里面的钢筋 只有一根 和手机线 一样粗 只要是这个尺寸 老顽童说 他都能打断 大家都听到了 有人非说 把电线杆拌来 那不是扯淡吗 那种用大锤 也砸不断呀 你以为只有老顽童 能打这种混零图 小编刷到了一个博主 叫行者志愿 私称是内加工的 业余爱好者 他只晒一些 平时练功的视频 也不宣传自作 他也能打混零图 目测和老顽童 打的是同一尺寸 这手功夫 看起来比老顽童 稍微差了一点 有人问 这是不是老顽童的徒弟 小编可以肯定不是 因为这位练的是 内加周天工 而老顽童练的是 筋骨髓养生工 并且老顽童自己说 他是不相信大小周天的 同时这个叫行者志愿的博主表示 这种混零图 能打断的人很多 没有什么神奇的 好了 关于打混零图 大家更相信谁呢 欢迎留言讨论 但是我的实战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